YO~~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空戰 終於要做空戰的影片了 好不敢怎麼樣呢 做空戰影片 我本身是一個不太玩高階的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之前玩的一場 英國的這個Hunter FG-9 他只能帶兩枚的飛彈 他是帶這個AM-91 性能非常看好的一個 進程空對空吧 那我個人因為我比較沒有經驗 就不太會玩 那這場是因為我運氣很好 就要打了三架飛機吧 三架飛機 飛機 對 那FG-9的話 他的性能上面來說 我覺得就是第一個他速度很快 對吧 然後呢 他回轉率沒有到特別好 但也還行 高空性能不好 然後武裝還不錯 然後帶兩發的AM-91 短程空對空 然後還有 前面有四挺的阿燈 30毫米阿燈 威力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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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火力上來講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加速度也很快 還是要爬升率也不錯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在纏鬥的過程中 你要跑掉 其實 跑不是跑不過飛彈啦 但是你說要 跑得贏機炮 是OK的 做到 當然你不能進高階 再來飛機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進高階 因為他9.7嘛 所以如果 你進10.3 10.7的話 基本上就完蛋了 打機動性都 不一定機動性比也好 但是覺得比也快 所以 飛彈就比較難過了 就比較容易被追到 這邊我就向下俯衝 這邊我不知道什麼 我就沒有看到 但是 飛彈還是可以鎖 所以我看到F-51 先鎖 先鎖F-50 因為覺得F-50幾乎比較差 F-50先去了 然後再開雷達 再鎖F-51 他們都沒有發現我 所以F-51 鎖進去 飛彈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呢 成功的鎖 正在加速的F-51 F會打下來 然後 我原本去找一瓶死 但是 我之後覺得 雖然他可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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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鬥機 這個 這個節目進去 打不到他 所以我先把他打完 你看AI 然後我之後發現 我其實 在當下沒有看到 三台ACE 三台ACE還蠻恐怖 然後看到有 我只有看到兩台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來 我來跟人家對衝 反正我有機砲 然後就 把他做成一招打爛 然後當然我也被掃掉 因為 但是呢 呀 我覺得 高階的飛彈空戰還蠻好 所以 想要剪一集來跟大家聊聊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們先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對 是